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第三日就引渡聆讯出庭应讯 今天她一身身色条纹上衣 搭配黑色长裤现身法庭 孟晚舟今天同样佩戴了前蓝色口罩 整体衣着比起过去两天显得更为低调 孟晚舟引渡案昨日在位于温哥华市中心的BC最高法院开庭 辩方律师继续指控美国提供的证据及记录遗漏关键证据 证明孟晚舟并无误导汇丰银行 控方则指被告律师团队采取拖延战术 希望法庭加速审理 孟晚舟周二身穿紫色连衣裙亲自到庭 中国驻温哥华总领馆的两名人员和孟的两名保安员出现在旁听洗 由于防疫规定 法庭仅允许六名记者入内旁听 负责审理此案的BC省最高法院副主席大法官霍姆斯说 他认为中国领事馆代表有权进入法庭 孟晚舟律师团队在庭上重申美国指控当事人涉嫌金融欺诈时 向家方提供的信息明显不可靠且有严重误导性 因此美方的引渡要求属无效 孟的律师阿达里奥在法庭上指出 美国司法当局形容幻灯片是该案件基础 但却只以部分幻灯片做证据 事实上另外的幻灯片显示华为和新通科技曾一同在伊朗做生意 汇丰银行有足够资料判断是否违法 美国司法当局要求加拿大拘捕孟晚舟的主要原因之一 就是指控孟晚舟2013年在向汇丰银行做简报时 没有如实陈述且误导华为与新通科技的关系 因此该银行要蒙受美国对伊朗制裁令所带来的风险 阿达里奥认为没有银行会在简报后认为华为隐瞒与新通科技的关系 在变控双方进行一天半的争论之后 检控官弗雷特进行总结陈述 他向BC最高法院副首席大法官霍姆斯表示 引渡聆讯应该要迅速 而辩方提出的要求令法官要做出其角色或专业以外的判断 因此不应批准辩方的要求 应该立即终止辩方的申请 不要将引渡聆讯变成审讯 尽管法庭为本次聆讯预留了一周的时间 但预计将在周三结束